大家好,我是大神 在昨天咱们带给大家的1987年的年度最佳对局当中 咱们问询大家 今天是想看飓风跟皇帝在1989年的二篮公开赛的决赛 还是想看Ivern跟史翠南的抢120局的百万美金争夺战 但是几乎所有的球迷一边倒都选择想看这场89年的二篮决赛 好的,今天咱们就把这场1989年的二篮斯诺克公开赛的决赛 飓风对皇帝的这场比赛的完整版带给大家 我开场之后呢,这是双方的第一局 当然咱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些精简 让大家看到最精彩的比赛的画面 而皇帝呢,没有选择右侧那颗可以进攻的红球 而是选择了解球 但是这一杆漏了中带 咱们看飓风上来 先甩一杆 哦,没有问题 中带甩鞠 哦,今天咱们看到啊 当时的飓风呢 腿是受了伤 走路呢,还是一瘸一拐 这个时候的皇帝呢 是20岁 咱们昨天带给大家的87年的那场经典对局当中呢 皇帝只有18岁 看上去呢,还非常的瘦弱 而飓风呢,今年是已经40岁了 飓风是1949年生人 还习惯性的往手上吐了一口唾沫 这样的距离也要小小的甩一下 现在小局的比分 皇帝44比26领先了18分 哦,看着飓风 一瘸一拐的走路 咱们真是感觉心疼 22 4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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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两枯上来 这颗球稍微的走大了一点点 不过飓风是 大家都知道 能不用架杆是绝对不会 还可以勉强够得到 好的没问题 能否单局大逆转 好的角度不错 撕灯的推杆 盾推 夹打分离角 力量 力量 力量稍微轻了一点 不过现在 比分已经反超了 反超了11分 这颗球应该是要 做防守了 力量轻了一点 如果再有一点 低竿的效果 拉回来 会更好 还是有一点 一瘸一拐 看一下皇帝的长台 哦 没有选择进攻 想往黑球后面去放 因为应该是感觉 那颗球的 不太好走位 这颗球 飓风会进攻吗 飓风呢 是比皇帝大了 整整的二十岁 而这个时候的皇帝呢 正好是马上就要到 他的巅峰的时刻 大家都知道 从1990年 也就是这场比赛过后的 漂亮 精准的 黄球进攻 也就是这场比赛之后的 第二年 皇帝就在 克鲁斯堡封王 拉开了自己的 统治时代 哦 假肝没有打劲 哦 这种事物在 皇帝巅峰的时候 是很少见的 刚才咱们也看到 飓风得空 又在下面 抽了两口 奇怪性的舔了舔手掌 这个也是巨峰的标志性的动作之一 看一下这个两裤的黑球后方的吊球 力量稍微的轻了一点点 线路是抓得非常的准 皇帝的长台 没有打劲 再来甩他一杆 没有选择进攻 而是两裤 三裤之后 放咖啡的后面 也没有坐上 哦 还有的单下 但是 哦 运气 哇 咱们看一下现在的比分 嗯 巨峰是领先11分 精彩 皇帝需要打到粉球 中低干的 右赛 两裤 漂亮 出干是真纯 哦 哦 皇帝的这个动作是真的是 书战 这下最终 爱尔兰的这次冠军 谁会最终的获得 谢谢大家观看 明天咱们带给大家第二集 我说 我说 什么时候 我说 这次冠军 这次冠军